在老年人这个高血压 它经常会出现这个血压 忽高忽提这种情况 其实也是老年高血压的一个特点 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当然有几个主要的因素 一个就是老年人的这种压力感受器 它的敏感性下降以后 那么对血压的变动 它的调整能力就减退了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当血管出现硬化 这种弹性减退 血管的这个僵硬度增加 并且血管壁上这个β受体减少 那么它对血压变动 这种调节能力也是减退的 那第三种情况就是这种 对于心脏来讲 就是心脏这个硬积能力减弱 就像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事情 或者运动或者活动的时候 那么这个心脏硬积随之加强 它可以出现这种心肌缩缩力的增强 这种心脏博血的增多 或者是心率增快 以便来应对这些运动时的情况 那而老年人嘛 他这个心脏这种硬积能力 往往会减弱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这个就是肾脏的血管 肾脏血管出现动脉硬化以后啊 它这个分泌这种肾速的能力减退了 那么也不利于这种血压的调节 当然血压这种忽高忽低 你还要警惕的一个情况 就是一些技法性高血压 比如说失落细胞瘤 那这失落细胞瘤的时候 血压可以忽高忽低 高的时候可以到达200 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低血压的状态 那往往人会有这种心慌啊 面红啊 气急啊 头痛啊 所以还要警惕这种 技法性高血压 引起来的血压忽高忽低 血压忽高忽低